他的個性是說 他覺得是說 他希望他能夠一直待在亞洲 那國家還沒有決定 只是說他剛好在台灣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姻緣際會下來認識我媽 然後就剛剛好這樣子 兩個人交往之後就結婚了 所以時間點上 這個的話要等我爸要問他才行 因為我都不怎麼好意思去問他這個問題 你看吉思 小時候長得是這麼的可愛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廣告大家應該看過 應該問吉思你還有印象嗎 有 有 我還有印象 那時候你幾歲 那時候我五歲 我有印象是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一個風扇 然後非常大 然後它的風力又很大 然後剛好那時候必須 因為它是沐浴爐廣告 所以你必須是半裸入鏡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那個浴巾剛好掉下來 變成全裸入鏡 對 變成全裸入鏡 我就想說 啊 糟糕了 然後其實現在想起來其實還蠻好玩的 其實還蠻好玩的 拍多久 那個廣告 其實那個廣告拍還蠻久的 因為那個時候整天拍下來 差不多拍了快八個小時左右 對 因為它有不同的那個畫面要取這樣子 那時候我記得他們都是在比較偏僻的片場拍片 那時候拍完片可能就已經差不多晚上10點或11點了 那回到家就已經很晚了 那其實我記得小時候就是常常這樣子拍片 不然就是上秀 或是說可能一些服裝這樣子拍 這個是不是就跟胡瓜那個什麼 那你覺得從小長大在台灣 你是個混學 你覺得台灣人跟英國人對待你的方式有不同嗎 特別有興趣嗎 有 其實我這個有去研究過 因為我回去英國的時候 其實台灣這個地方呢 其實台灣人他們的包容性比較多 對 那在英國的話 你會有所謂的 white superiority 就是種族歧視 OK 那雖然說我皮膚也很白 但是你就是不是 you are not white OK 你不純白 對 你不是夠 你不夠純 OK 那當然他們會有這種問題存在 但是後來也比較少 OK 譬如說你可能在路上走 你會被別人看 或是被別人瞪 那甚至你可能在買東西的時候 別人可能會就是說 推你一下這樣子 可能推你一下 然後就直接插隊這樣子 但是在台灣的話 反而不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台灣的社會比較包容 其實還是台灣比較好 因為台灣不僅朋友都在台灣 那時候我還小 我念國小的時候 台灣的朋友很多 然後好吃的都在台灣 因為英國真的沒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東西又貴 對 所以好的還是在台灣這樣子 對 而且用台灣話罵人比較有力 這個我同意 這個我同意 你同意 你同意 你還要說台語喔 欸 我還要說 很厲害喔 外國人的臉 可能會講我們台語 因為他從小在台灣做教育啊 對啊 你看看 外國就做皇帝了 你看嗎 對啊 這也是差不多了 外國那時候 對 那那個 我記得那個是在 好像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我是住泰國 然後那個剛好階段性 有一段時間暑假我可能會回來台灣 OK 然後我就剛好有那個檔期 然後他們就會邀請我上節目這樣子 你還有兄弟姐妹嗎 我有 我有 我有一個弟弟 我有一個弟弟 OK 那在比方說功課啊 或者工作啦 有沒有比較因為你是個混血兒而得到比較多的便利 便利是比較OK 但是我是覺得說挑戰反而比較多 對 因為畢竟你是混血兒 那你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OK 那你不只是膚色不一樣 那你的個性上面也是跟別人有點差別的 OK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 既然你是混血兒的話 那你就要 表現得比別人好 OK 你會變成一個指標這樣子 像我記得 當然也是有被排擠過 OK 譬如說我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有些高中老師 因為可能我國語不好 或是說我一些某些科目並不是特別的好 然後我反而被排擠過 我記得有一次我作業寫得好好的 然後老師看一看 他覺得說他不滿意 就直接把他撕了 丟回來給我 對 那我是覺得這種東西 可是你沒有講說我英文都100分啊 因為100分沒有用啊 其他科也要 因為台灣的社會就是那種考試的社會 那你英文有沒有從小到大都100分 有 沒有100分也有90幾分啊 因為我要對我爸交差 你知道嗎 不交差他會被罵死了 真的喔 對 我就覺得其實 所以你在家裡跟爸爸是講英文的 對 沒有錯 從小爸爸是跟你講英文的 對 沒有錯 所以Reading啊Writing都是爸爸教的 對 都是我爸教的 那你在外面都不要講話 有沒有人會找你來練英文 有 常常會有 這裡有個老外 跟他吐幾句 我記得有一次我剛好在書局逛 然後看書 然後剛好有一位小弟弟 然後差不多好像幼稚園 那他就跑過來用英文跟我講話 然後就說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我記得他講說 他說 How are you doing My name is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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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 類似這樣子 然後很基本的 那因為我也蠻喜歡小朋友 因為我本身也是從事幼教類的工作 那我就跟他對話 然後講完以後 他爸媽就走過來 然後我就跟他爸媽講 喔 你兒子 英文不錯喔 然後他爸媽就站在那邊停頓了三秒鐘 他說 你怎麼會講中文 我說 你說是台語 你怎麼會講中文 你怎麼會講台語 我就說 其實我覺得他英文不錯 那他說那你在這邊住很久 我說對 沒有要講自己的身份 沒有沒有 我都盡量Loki這樣子 離掉一點就對了 那我再回到 各位讓我回到辛杰這邊來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回到剛才 因為歐陽吉斯是一個混血兒 我們剛剛其實試圖 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 你看我們今天來賓的陣容就知道了 因為他有所謂的人工受孕的一個部分 他是我們的生殖法 有沒有違背的問題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婚姻法 然後如果這些孩子長大 他要經歷的過程 我想沒有歐陽吉斯那麼幸運 因為你爸爸媽媽一直陪著你 對不對 所以你的家庭功能是比較完整的 你這時候兩邊的文化的衝擊 有爸爸媽媽陪著你度過嘛 對 沒有錯 你比較沒有那麼大的shock OK 然後再 你是負責社會的部分 我是負責比較正向還是什麼 社會的部分 幸運就負責就是說 OK 那如果按照剛才社會記者提供的資料 這裡面有可能是有同志的一個部分 所以同志像瑞琪瑪丁這件事情 也鼓勵了很多的同志 人家在做雙胞胎呢 所以呢 代理育母台灣還沒有嘛 台灣還沒有合法 可是國外是有的 所以同志生孩子 那 請問你 像瑞琪瑪丁這樣 誰來演媽媽的角色 也是另外一位同志嗎 菁姐 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進個房間 好 來 先學一下 有用心 發通告有用心 如果要生的話 每個角度